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 正是一年半的时间 今天你是来挽回姑娘的是吗 对 想分手是吗 是的 为啥想分手呢 之前她对我特别的温柔体贴 刚认识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当交往之后 她变了 她变了许多 而且变得特别的散漫颓废 没有丧尽心 你愿意跟她分手吗 因为她 就是她之前 对我一直很好 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有些犹豫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女生其实是犹豫的 对吧 对 但是在生活里 是不是也提出了分手 所以小伙子才会来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双方父母都见过吗 没有见过父母 因为她是外地人 在天津没车没房 而且工资一般 你需要 嫁她的时候需要房 需要车吗 车子这边我们俩可以 共同的然后去买 就是房子方面的话 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压力挺大吧 我有取她的决心 这不是挺好吗 但是她的决心表得特别多 您有很多人不知道 之前她也很多的承诺对于我 但是她全都没有做到 你说她现在很颓废是吧 对对 你具体给我们举举例子 她是怎么颓废的好不好 那还得说她这边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是就是在天津认识的嘛 当时是我们在玩游戏 经常她给我做一些游戏方面的资助嘛 然后呢 我觉得她确实挺好的 哎呀 你们现在都玩着游戏就能玩在一起 挺厉害的啊 然后呢 就是加了一个微信 我觉得她那个人特别特别的好 经常慰问我啊 关心我啊 然后呢 我这边给她 就是做了一首藏头诗 也是为了祝愿她 以后的工作会越来越好 写了首什么藏头诗 两位谁能背一下啊 还是我来吧 你写给她的 对对对 你没记住 那你背一下 宋家好而难 富贵在眼前 小玉金生元 垒藏一座山 藏着啥头啊 她的名字 哎 行吧 然后就喜欢她了是吧 对 说起来特浪漫是吧 后来呢 就是当时见面的时候 偷摸了送我一只玫瑰花 然后特别也特别感动 她什么都没说就跑走了 然后 你送了她一首藏头诗 她送你一只玫瑰花 你们俩就好了 还没好 那个时候没有好 行 没好啊 她就去外地了 当她去外地之后呢 也经常我们俩发视频 她是说她去外地 想多挣钱 结果呢 她那边的生活 也是特别的坚固 然后我一看 我也是为了激励她 这边每天都要 给她做一首事 然后这边 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她告诉我 她有想放弃的心态 然后我说 那行 那就回来吧 结果她就回到天津来了 就是我感觉到 她颓废 就是从天津回来之后 她不早工作 每天无所事事地来那床上 然后就是我们俩 闲聊视频的时候 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我就问她 你怎么还不早工作呢 我出去找过工作 也有过面试 只不过我想找一份 属于适合我自己的 准备在天津 长期发展的工作 你现在有工作了吗 有 不得了吗 问题是 她之前不回来 不一段时间 我挺她着急的 她住在她朋友家 她也不早工作 她天天就那个样子 那别人也会生气 是不是 那段时间有多久啊 半个月左右 这就是半个月左右 没工作歇一下 然后再找了 现在一直有工作 对不对 对 不能代表她颓废 我生气的是 我给她这边 她刺激大男子主义 她不用我帮忙 但是吧 我这边 我看她她没找到工作 我又帮她找了一份工作 你 然后呢 我帮她找完工作之后呢 人家那边告诉我要全职 她偏偏告诉人家 她要做兼职 然后经过这番努力 我又劝导她 我又按照她的要求 去找了另外一份工作 她之前她做那些 都不适合她 那我好 我给她找了第二份工作 当她找了第二份工作之后呢 她直接就把电话里面 就给人拒了 为啥 毕竟我是一个男人 为我的规划 就是说通过我自己的 努力去找一份 属于我自己的工作 听明白了 等于女生好心好意 帮男生找工作 男生还不领情 是 你觉得大男子主义 是这意思吗 我三天没理她 现在有工作是自己找的吗 对 她不得了吗 是啊 但是她工作上又出现问题了 啥问题 她这边是做销售方面的 然后呢 他们老板让她做一个 年度总结的计划表 她这边直接告诉我 你给我做吧 我说我对于你的工作情况 不是很了解 我也没有办法去帮到你 对吧 这样吧 我说我有一个小的建议 然后我帮你采纳一下 然后她跟我说 那你说吧 我说就是把你带个表格 然后你做一个 把你之前的那些总数据 然后你拉进来 把你工作的那些情况 然后你放里面分析一下 后期你再有需要帮忙的话 你再问我 然后过两天我问她了 我说你那个做了吗 然后她就告诉我 这两天特别特别忙 我没时间做那个 我说行 那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问她 我说你做了吗 所以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她不在意啊 她既然就是 你让我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我帮忙 你却是不听我的呢 就是在 你觉得她在工作上 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地去工作 对对对 所以给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没有上进心 对对对 所以这是女生 现在想跟男生 分手的一个理由 对吧 对对对 大男子主义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人在工作上面 不够上进 第三个 你要跟他分手的理由 是什么呢 我那边呢 最生气的 就是他先然后奏 比如 比如 他把工资卡主动交给我 告诉我啊 我这个人比较 经常忘 然后这边需要你帮忙 然后你帮我做规划 我说好啊 然后我跟他对账 对不上 差了几百块钱 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情况 他告诉我 他借同事了 借同事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什么时候还呀 他就告诉我 过几天就还 我说行 那过一天我又问他 我说那你那个钱 还你了吗 然后他又告诉我 过几天吧 人家最近特别忙 我说好 不过你现在说吧 我过一天又问他 那过半个月 他说还还我 我说那过半个月 我说那行 我又等了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他告诉我还不回来了 那个同事随份子了 我说那么点的小事 你都能欺骗我吗 就是你帮他管账 你发现对不上账 对对对 是因为他把钱随了份子了 对 他的钱他随个份子 有啥不行的 对呀 我也是挺奇怪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他着急 我觉得我自己能处理好 所以说我 不是着啥急吗 几百块钱 那大男人 我自己挣的钱 我随个份子 再说你买不是夫妻 你跟他说一声 不就完了吗 这件事情 我自己处理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吗 不这叫什么 多一事少一事的呀 我也没听明白 除了这个 先战后奏 还有什么呀 他妈妈生病了 然后你说买药 不很正常那件事情吗 他把钱寄回给妈妈买药 我也很理解 对不对 你说这件事情 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对吗 他要告诉我 他借同事了 然后考仓一段时间 在我低温之下 他告诉我了 钱回不来了 给妈买药了 所以你这用词不当 这不叫先战后奏 是他老骗你以为 对呀 在经济问题上 他经常骗你 是这问题吧 对呀 我这边是确实是 给我妈买药着急 然后后来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说 是借给同事了呢 他当时追问我的时候 我就随便答应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是 给妈妈买药了呢 当时是在电话里说的 我也没有着急跟他细说 那你怎么一着急 就随口说谎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工作忙 他电话的话 你怕什么呢 我是为了就是抓紧时间 去开一个会 就直接就把电话 对呀那你跟他说 妈妈生病了 这很自然啊 不影响啊 借给同事 妈妈生病 你这字差不多啊 不影响你的时间啊 因为当时 你担心什么 借给同事 说实话你担心什么 是借给同事和 对 借给同事就意味着 这个钱还能再回来 给妈妈看病 就意味着这个钱 不能回来 对吧 为什么要告诉他 这么一个心 就是我这钱还能回来 你想表达什么 两个时间 你想表达什么 两个时间距离得太近了 什么时间 就是借同事的钱 随份子和哥我妈买药的钱 这个时间太近了 所以那你担心什么呢 你是怕他瞧不起你吗 你是担心他觉得 你挣钱挣得少吗 还是别的什么 我挣钱挣得少吧 那你说实话就行了吗 所以你是害怕 女生觉得你挣钱挣得少吗 所以每一分钱 你都很算计地在用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才会说谎了 女生接着说 还有别的吗 你要跟他分手的理由 还有他之前 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是特别温柔 特别体贴 而且每次都要主动 就约我去吃饭 看电影 他在这方面 确实特别细致 我能感觉到 就是在马路上 然后经常还 就是我鞋带开来 帮我系鞋带 现在呢 我现在都约他 我都约不上 还突然之间放我鸽子 为啥 我那天确实是有原因的 那天我们约会的日子 和我们同事吃饭的 我确实是工作忙 确实忘了 正好是一天 然后那天 我也打电话解释了 但是电话打到一半 没有电了 然后随着时间的紧急 和同事的催促 我就直接去 加上吃饭 加上唱歌 然后我这边 也喝了很多酒 然后他也最讨厌 我喝酒的 然后回到住的地方的话 就两点多了 然后我就直接睡觉了 所以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女朋友的生日 答应跟女朋友过生日 变成了跟同事的聚会了呢 约会不是生日 对啊 因为我跟我们同事 是提前订的 那你跟他是提前订的吗 跟他的话是 要晚在跟我同事 订的日子之后 所以说我把日子计混了 行吧 这是一个解释 还有别的吗 他除了放我鸽子 然后他就慢慢地 他就变得 就是撒谎成性了 你知道吗 撒什么谎呢 明明他不是在加班 他跟同事出去玩去了 他告诉他加班了 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天晚上 要让我陪他一起去逛街 但是同事这边应酬 我确实是推不开 所以说我跟他撒了谎 为什么不能直接跟他说呢 你害怕什么呀 但是他这边 确实是跟我说了 我如果没有到场陪他的话 他这边的话 也会生气的 所以说我直接撒了一个黄 所以你的逻辑是 怕他生气 还有别的吗 姑娘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他主要还是 我看不到他上级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他毕竟是外地人嘛 本来就是房子也没有 车子也没有 然后再加上生活上 方便他又没有 好的一个规划 我看不到我们之间的未来 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现在对他 能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 是没有把握的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是你提出的分手对吗 他来挽留你 但是你又舍不得 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哪部分的东西呢 就是他之前特别的 分手特别的体贴 咱们不老说之前 日子不能靠之前过嘛 就是说现在偶尔的 也会打电话问候一下 就徐寒问暖 对对对 然后也偶尔的 也会给我送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还会 然后还会就是 怎么着呢 就是我每天晚上九点下班的时候 他都会六点的时候 过来给我送吃的 就很体贴 你是这意思吧 对 不想分 不想分 但是他又看不到希望 这可咋办呢 一起进入 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分卷 小妍 你刚开始给她写诗 肯定是她身上的 某一种品质吸引了你 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见面 对 她哪一点吸引你 她是个外地人嘛 当时就带了几百块钱 不到五百 她来到天津之后 大学是自己 半工半读学下来的 我在这方面是特别佩服她 就是自己半工半读 养活自己读了大学 对对对 在你心目当中 她是一个极其上进的 青年的代表 对对 但是现在你今天 站在我们这儿 用的却恰恰是那个 不上进 来形容你对面的这个男人 但其实我跟你说小妍 你今天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就是因为她不是 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不用再跟我们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了 什么她大男子主义 你给她找工作她不去 这不叫大男子主义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男人的自尊心 她的自尊心是由她的自卑心里引起的自尊 所以她拒绝你帮她找工作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站在这儿 实话实说分手就是想分手 不用再找那些其他的理由 而对于男孩来说 你的问题就是习惯性地说假话 今天在舞台上是这样 生活当中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也是这样 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和所有人说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特别理解你 你生活得不容易 有很大的压力 你所有的这一切的包装也好 演示也好 周旋也好 都是因为你害怕失去 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很无奈 你不想说那样的话 你也不想骗她 也不想骗任何人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无需自卑 年轻人只要肯努力 只要脚踏实地 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真正爱你的人 她不是你的诗 正如你不是她的梦 所以祝你们各自安好 谢谢 好 谢谢左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二位好 什么叫上进心啊 就是我平时在看书的时候 她都在打游戏 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 你不能说你看到的她在打游戏 就证明她没有上进心 你不能说你看到她在干什么 就证明她没有努力工作 但在她的世界里 她可能一直在努力 她在这个城市没有 你觉得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而且她在这个城市 可能比本地人得到这些东西 更困难一些 你的期望其实就是找一个 有车有房 踏踏实实结婚 其实换句话说 这些就是上进心 我觉得可能就是出现了偏差 你想要的和你得到的 不是一个类型 所以你们需要真实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如果大家都隐隐漫漫遮遮掩掩 那最后大家都对不起这段感情 都辜负了这段感情 是不是 谢谢善达老师 来 涂老师 你要想想你自己的 你真的能够做那个生活的强者吗 你自己想清楚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六成 以前的点点滴滴 就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我真的爱你 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那些不在意的事情 会让你特别生气 我知道错了 我会改的 我原来答应你的 要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么大事小事呢 我也会跟你商量 我之前认识的不是这样的你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变得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 到底该不该原谅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吗 我只希望原来的那个你能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 你曾经的那么多个总统承诺 都是你对我的承诺 行了 咱们把这个原来的你 最后说破吧 姑娘 原来的你是给了很多承诺的你 所以这姑娘爱的是那个 能承诺她这样或者那样 生活的那个男人 所以你爱的是过去的承诺 而不是这个人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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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拾起以前我的自我 更加努力地拼命地工作 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追求她 还追她呀 我怎么 请你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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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